《小鹏影评》 这个影评将作为我在明镜的大猩猩栏目下的经典余晖系列 顾名思义 就是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讨论和分享 让往日的经典余晖照进我们今天的思考 好 回到这个电影的大致的一个背景 介绍一下 《飘》呢 是这部电影是根据1936年 由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版的畅销书改编 这个电影的制作方是大卫·塞尔泽尼克的公司 后来他和米高梅形成了一个商业谈判以后 他们共同出品了 大卫·塞尔泽尼克呢 在小说出版不久 就从玛格丽特手中以5万美金 当时的5万美金买下了这部电影的 这部小说的电影权 我有一部片子 有一个小就是剧本 也是卖了电影改编权 仅仅卖了将近按现在算 从人民币换算成美元来说 也就是8万美金 可想而知 当时塞尔泽尼克是很有眼力 也很有前瞻性的 这部影片呢 塞尔泽尼克是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 才将整个的电影的基本的班底 组建齐全 准备拍摄 电影的拍摄呢 又拍了一年多 降级两年 也就是说 电影在1939年12月 才成功的在亚特兰大市首映 说到这个电影的周折呢 就是因为塞尔尼克是希望 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男演员 克拉克盖伯来主演 而克拉克盖伯呢 恰恰是在米高梅旗下的演员 他的周心齐高 而且他有大合同在身 米高梅不会轻易 借给其他的独立制片公司 也就是说 大卫呢 要想跟克拉克盖伯来沟通 必须通过米高梅的恩准 那么最后呢 大卫让渡了未来电影的50%的收益权 作为交换条件 那么米高梅呢 投资了1.5亿 150万美金 到这部电影当中 而且呢 要求 戴维塞泽尔尼克呢 要付给克拉克盖伯的美洲的周星 但即便是这样呢 最后的预算呢 也达到了380万美金 但是这部电影获得的成功 是世界电影史上 空前绝后的 他的总票房收入是3.9亿 那么当时的美国人口有多少呢 是1.6亿 是现在美国人口的一半 那么当时的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呢 是93亿美金 就3.9亿和93亿美金 这个一部票房的收入 就占据了这个美国最大的经济国家的 总国内生产总值呢 4%左右 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一个趣闻就是啊 为什么他们花了两年才组成了这个制作班底呢 是因为女主角的缺席 大卫啊 他希望有一个新面孔 或者是说 令大家耳目一新的一副面孔 来扮演这个好自家 那么呢 当时的费文利 是作为一个英国的年轻演员 在美国毫不知名 他是经过层层的初选 在1400名海选的演员当中脱颖而出 看来大卫赛泽尼克呀 是很好的营销专家 他不仅是个电影制片商 这是可能据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电影海选了吧 好 那么咱们闲话少说 回到这个电影的故事的一个回顾 这个电影是发生在 南方佐治亚州 一个种植园地区 它有大量的棉花种植园 那个地方 其中最著名的 在影片当中最著名的两个场景 就是塔拉庄园 也就是好斯嘉 他家的庄园 还有就是十二象树 也就是说 第二男主角 威斯利 他家的巨大象 这个庄园 说起这些景点呢 已经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的介绍 随便查一下也能看到 在如果去旅游到佐治亚州 依然能够寻记 来到塔拉庄园和十二象树庄园 看照片呢 他们还保持了 十九世纪的 这个小说中所描述的 这个环境和形象 没有经过现代的 刻意的人工的过于开发 这个就有点 比起中国这个速度 这就有点差劲啊 如果是在中国发生的 这两个庄园呢 有可能现在就变成万达 高尔夫 塔拉 独家村 什么绿地 十二象树 别墅区 等等啊 这个是美国南方 还是比较守旧啊 在最后讲概括一句 就是这个电影呢 他有一定的 经过我们审视呢 和看到很多评论呢 也都能一致同意 就是这个电影 依然有一些 刻板偏见 比如说对南方的 原来的社会形态 和道德标准 对这个黑奴的问题 越这个时代 来审视 现在大家关心的种族问题 以及这个自由主义 和保守主义之间的 这么一个思想的一个较量 好 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本身 还是很精彩的 那么故事呢 就是来描写的是一个 他叫好思家 他是第一女主角 他是一个爱尔兰和法国裔的会学 他家也是一个不小的农场主 是棉花种植园的农场主 家里有很多女仆 还有非洲裔美国人 做这个农工 他们 好思家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 特别果敢 有性格 当然也任性 但是他忠于他的内心 他忠于他的对爱情的追求 他也愿意保护家人 有承担 这是这么一个女性 还有第二个女主角呢 就是梅兰妮 她是典型的男方式的淑女形象 斯文 有心机 又隐忍 有传统的道德观念 第一男主角呢 叫白瑞德 他是在南方当中呢 南方的商人当中 或者绅士当中呢 他是比较另类 他有更加开放和务实的一面 而且呢 在他的生活经历当中 他也多次跟北方沟通较量 所以他在南方身世当中呢 他是比较另类 那么相反呢 第二男主角 魏斯里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守旧的 南方式的 那个时期的一个高夫帅 十足的男神和身世派头 但是呢 他也缺乏与生俱来的那种 超越时代的那种勇气和自由主义精神 这是这四个主要角色 他们都来自于农场主家庭的 这个阶层 所以呢 这个影片呢 可以用现代的角度来说呢 他就是一个 农二代的 这个多角恋 那么好思家呢 是从一开始就 他长相经验的好思家 从小就迷恋着 高夫帅 魏斯里 所以呢 在听说 魏斯里和 要娶他的 这个 侄女 或者外甥女 他俩还差一辈 就是梅兰女啊 是小他一辈 是他的远亲 是魏斯里的远亲 在他俩订婚 在十二像树 庄园订婚的那个舞会上 这是电影的第一幕 那么好思家呢 他依然不忘自我 他主动向 魏斯里表白 想赢得他的爱情 想这个 令 呃 魏斯里呢 回心转意 或者是这个 改换门庭 结果 魏斯里呢 当然拒绝了 他是非常深爱的 他的这个 外甥女 那么呢 这一切呢 呃 都来的这么突然 所以呢 魏斯嘉呢 也很生气 啊 难以控制 那么呢 所有这一切呢 都被 白瑞德呢 发现 白瑞德呢 当天呢 是不理会 大家对 南北方的 这种紧张局势的 这种啊 吵闹 他呢 并不像其他人那样 气宇先昂 表示要惩罚北方 要保持他们对 南方联邦的 爱国主义精神 强烈的表达 呃 参战的意识 所以呢 他就一个人 游走于边缘 恰巧发现了 呃 对话 这也给 实际上呢 这种 果敢和勇于表达的 呃 这种呃 呃 勇气呢 使 好思家在白瑞德心中 留下很好的 呃 印象 也起了一定化学反应 这个在电影 未来当中 也有所印证和呼应 那么呢 南北方的宣战 在 直接中断了 他们的订婚的 这个重大舞会 那么 所有的南方的 绅士们 都踊跃 报名参军 那好思家呢 也为了 令 他一直坚信 维斯里心中是 喜欢他的 爱他的 为了让他更嫉妒 因为你拒绝我了 所以我就嫁给 梅兰尼的 年轻的 好胜的 弟弟 啊 当然他弟弟 过几天也参军 也 到随着南方军队 跟北方打仗 所以 经过 时间过 过去了 几个月呢 经过 格迪斯堡战役以后呢 基本上 北方已经掌握了 南北方战争的胜局了 啊 那么 又 经过了 亚特兰大的一个战斗 呃 北方已经 在火烧 亚特兰大了 那么呢 白瑞德在其中呢 啊 只是担当 他没有直接参军 他只是担当了 呃 为南方军需品 去北方购买以后 走私 回南方 支持南方这个战争的 这么 担任这么一个角色 表面上看起来 吊儿郎当 但实际上 这个 任务呢 比当一名普通的士兵 可能还危险 可能还重要 啊 只是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呢 呃 在 亚特兰大成为 即将成为 这个 大火的废墟之中呢 呃 白瑞德将梅兰尼和 好斯嘉 救出了火海 呃 当出城以后呢 他把这两个 女人安顿好以后呢 他折返身 又投入到 南方的 最后抵抗 所以说呢 这个电影呢 始终是围绕这个 战争的进程 和胜负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结局 来 来 铺垫的 那呢 卫斯里和其他的 在这里说一下 呃 好斯嘉呢 的丈夫呢 第一任丈夫呢 在第一次战斗当中呢 就牺牲了 也就 没拦着弟弟 那么他俩还是一个 呃 他是一个 他是他的 弟媳妇嘛 啊 所以他俩是个 亲属 这两个女主角 啊 好斯嘉呢 又 为了继续刺激 白斯里 呃 一个 当时南方的一个 中和商店的一个 老板 那么他又是 嫁给了他 呃 过去不久啊 因为 北方军对 南方 平民的骚扰 包括对 好斯嘉的骚扰 那么 威斯里 白瑞德 和他的丈夫 弗兰克 举 进行了一次 齐膝 呃 在夜晚 袭击 白方 呃 北方战士的 这么一个 行动 那么呢 弗兰克 他好斯嘉 第二丈夫 又是 死于这场 伏击当中 所以呢 好斯嘉呢 他两次 草率的婚姻 都很快的 使自己 成为了 呃 寡妇 那么 后来呢 紧接着 白瑞德 就 向好斯嘉 求婚 好斯嘉 这回 同意了 他之前呢 都一直在拒绝 白瑞德 因为他们俩 实际上是 各自 在男女性别当中呢 是一个翻版 为什么这么讲呢 好斯嘉呢 是 在女性当中 也是 也是比较 另类的 他是 忠于自己的想法 行动果敢 啊 有 有很大的行动力 那么呢 又不术呢 呃 又不瘦呢 当时这个南方的 条条框框的约束 而白瑞德呢 也是这样 他也是勇敢 忠于自己的内心 又成熟 又沉着 又务实 他也是在 南方这些神社当中呢 他当然也是一个另类 但是呢 好斯嘉 并不能够很快发现 这个他现任丈夫的 这些优点 所以一直拒绝 白瑞德的 被摧毁了 他们对生活的方向呢 呃 因为原来他们的生活 都是呃 高枕无忧 因为家里的产业非常大 有几百个呃 呃 努力 或者是农工 来给他们工作 所以他们的生活 依然 从来都是岁月静好 那么战败以后呢 他们在这个 技术上 在心理上 都没有准备 如何呃 绝地反击 呃 闲鱼翻身的 那种啊 充分的思想准备 和和技术准备 所以呢 非常的颓废 呃 他呢 勉勉强强呢 呃 抵制住了 好斯嘉的 继续的追求 啊 所以呢 当白瑞德发现呢 好斯嘉呢 还是在内心当中 喜欢威斯利 加上呢 好斯嘉的疏忽 造成了 白瑞德和好斯嘉 唯一女儿 从马上摔下来 不幸夭折 呃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又不幸流产 呃 种种这些呢 不幸呢 使白瑞德 灰心丧气 心灰意冷 他对自己 呃 的妻子 和他 一心追求到的爱情 产生了失望 那么他 呃 终于选择 离开了塔拉庄园 消失在 呃 迷雾当中 永久的离开了庄园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 结尾 呃 有些观众说 白瑞德还会回来 有些 呃 观众认为 呃 他不会回来了 因为 白瑞德说过 一个破碎的物件 如果捡起来 再把它 拼凑成一件 他依然是破碎的 所以 这个 再次看到呢 呃 这个电影的 呃 这种 开放式结局呢 呃 是 呃 这个故事本身呢 又 提高了大家的胃口 那么原来呢 他像 呃 电影的后半段呢 显得比较冗长 像是几个 南方 浓二代的 多角恋 感情纠葛 但是呢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这里的男主角 还是有 更高的追求 他对心灵 和物质的追求 对自由的追求 对爱情的 这个完美 绝不妥协 这是这样 这电影呢 有几个 有几个反转 和几个点 我们在这里 呃 强调一下 呃 一呢 是南美战争 但是 战争 中维战战争 这是一个内战 而为此呢 美国人 几十万美国人呢 失去了生命 这是一项可耻的历史记录 美国人也深深的记住这次历史教训 那么任何战争 尤其是内战 没有任何正义可言 双方都是失败者 呃 所以呢 南方也是值得同情的 但是南方需要改革他们的呃 观念和他们的社会基础 和他们的经济架构 这样的话呢 才能迎合时代的发展 这是我们看待这个电影的 否则的话 所有的南方绅士 以及南方的原来的 非洲裔的农工或者是奴隶 都没有光明的前途 也从个人和社会 都是灰暗的 都是不可能走出这个窘境的 这是第一点 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当中 我想跟大家聊的 第二点 这个反转呢 我们一开始看这个白瑞德啊 是呃 从来不屑于要明确自己也是一个南方农场主阶层 呃 有一个光鲜的身份 我跟你们大家绅士都是一样的 他从来都不以绅士来自居或者是呃表现 嗯 给大家看 感觉呢 他像个另类或者不是很标准的那种啊 呃 从道德上 从行为规范上 又不是那么呃 可圈可点 而高富帅魏斯里呢 是符合所有人从呃 从道德 从仪表 从呃 举止上各方面 他都是标准的绅士 那么经过这次战争当中发生的事情和之后 我们能看到魏斯里呢 实际上是优柔寡淡 缺乏呃 这种对生活窘境的抗争这种勇气 那么 越来越颓废 而白瑞德呢 无论是顺境和逆境当中呢 尤其是这个反转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本身是一开始没有参军 他只是做供军需品的供应 那么他经过他把好斯加和明兰尼救出亚特兰大以后呢 他决然的投入到战斗之中 也就是说 这个影片呢 这种小的反转呢 体现了第一主人公 男主人公呢 这种 他这种内在的一种啊 顽强 和 能够有惊人之举的勇气啊 同样他也有 他表现出来 同样他也有这种 对南方的土地的忠诚 对南方联盟的爱国主义精神 也毫不差于其他的口口声声的那些 呃 就是说在激进总是比务实 在话语上更具有道义优势 你看他说的很简洁很好 也就是说 呃 遇到一件事 南北战争之前 我大家都是要恨对方 表示自己的呃 非常坚定的立场 非常正义 就是搓火吧 你谁能搓火 那你在一个场合下 你显得最正义 所以呢 反响反响到我们现在的呃 这个美国现在和着欧洲 也有很多国家 有一些这个这个呃 极端自由主义组织嘛 呼吁大家去上街 有的上商店里 呃 商店的橱窗砸掉 呃 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 砸掉的是商店大门上的锁链 并不是他身上和脚下的锁链 啊 他们这种举动呢 呃 从语言上 从行为上 就是一种极端的呃 行为 所以呢 我很同意王说这句话 激进总是比务实 在语言上 实际上还可以说 在行动上 更具有道德 有道义优势 那么呢 这种道义优势呢 这种优势呢 是个短暂的优势 他回顾以后呢 这种极端是不可取的 我们如果美国当时南美方能够克制一些 能够呃 理智的呃 在谈判桌上 能够互通 有互相理解对方的初衷和办法 那么呢 他们会寻求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 解决呃 南美方的差异 啊 再一个反转呢 就是 魏斯里呢 这这种 他最后终于呢 他也 不但是消沉 他还呢 呃 最终承认了 他也为好斯加所吸引 但是呢 他在精神上还离不开梅兰尼 所以呢 他这种 唯唯诺诺纠结的这种 这种 这个 性格呀 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那正如呢 白瑞德评价 发现以后呢 评价魏斯里 这么一句话 说他既没有与好斯加在肉体上 放重自己的勇气 也没有在精神上与妻子坚守的忠诚 这从 一个男人评价另一个男人 也可见一般的 也是够可以的 所以呢 我 我的结论是 我们评价一个人 要从内向外来看 而不是从外向内来 来 呃 做一个 呃 简单的总结 所以这个电影 给我们很多 呃 真正的生活上的一些 小故事 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 呃 才能吸引到 呃 全世界的观众 才能作为一个 世界电影史上 去之可数的 成功的范例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